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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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用回廣東話好一點 其實自己剛從南極回來 我剛好星期一回來 我很不習慣穿著這件衣服 還有很習慣見回自己 穿著戶外用裝的衣服 其實真的很不習慣在這麼多人面前說話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過這麼多人 我還是習慣見回他們更多 我當大家都是企鵝仔好一點 大家都笑得了 這個登錄點在南極半島的南朝治亞島 一個登錄點 但它有五十萬隻企鵝 雖然這裡沒有五十萬隻 希望將來的點擊點有五十萬個點擊點 其實今天我很害怕的 我很恐懼 因為很久沒有面對這麼多人 去說這些講座 其實也有點像 想追一個女生的感覺 手心出汗 剛剛又去了廁所 然後心跳加速 然後滑膊 又開始飆升 同一時間這種恐懼 同一時間告訴我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我和大家說這個分享很重要 同一時間這個恐懼 又叫我集中這個精神 做好這件事 還有勇敢地克服這個恐懼 去告訴大家 讓大家知道其實我正在做的事很重要 告訴你一個訊息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是恐懼 開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喜歡讀故事 是一個印度的人叫Paul 是一個科技公司的主席 有一天他去了印度 走山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大象 但是那些大象 永遠有一個訓練人員 還用一支足支 指他走山、走路、走去哪裡 他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大的大象 會怕一支足支呢 然後他走去問那個訓練大象的人員 就問他 然後那個人就回答他 就說 其實大象小時候 嘗試推開這些足支 但是他不成功 長大了之後 他就沒有直接去嘗試推開這個足支 永遠聽著這些足支去做 其實這個故事 都告訴我 我從出生開始到現在 其實每天我都遇到不同的足支 但是我沒有跟恐懼這樣克服這個足支 反而跟恐懼做了朋友 這樣推開這個足支 其實恐懼是勇敢的大前提 如果我們沒有恐懼的話 就沒有勇敢了 你要恐懼了 你怕了才會克服這個勇敢的感覺 是吧 幸好我的生命裡面 就很勇敢地克服了很多不同的足支 成為第一個在南極做的 以及南北極做的探險隊隊員 其實這張照片是兩個禮拜前拍的 不是很遠的 但是這個就是 因為我在瑞士有做過登山向道 公司就叫我做一個特別新的任務 就是帶人去南極登山 做一個登山向道 但是其實在南極登山是很困難的 第一件事 因為沒有前人的經驗 第二件事 因為南極的天地多變 第三件事 你不知道登陸在哪裏 要自己找 第四件事 也是最難的事 就是因為我們面對很多不同的冰川 冰川裏面有很多冰縫 如果你掉下去 兩個結果 一是生一是死 就這麼多 沒有別的選擇 沒有理由跌了腳 不見了就沒有 最後最恐怖的就是 因為南極沒有救援隊 一旦有事 全部靠自己 同樣時間 我是帶著很多不同的客人 去登山 其實我手上有很多生命 在我手上 其實每次出發 我都覺得很恐懼 因為很多生命在上面 同樣時間 我的生命都要和很多朋友 和家人負責任 但是每次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都記得我在香港遇到的竹枝 怎樣去面對這些竹枝 去面對克服這個困難 轉為勇氣 去做每一次的登山活動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上了山之後 帶著一些乘客 去登一個六百多米的山 第一次很成功地 沒有什麼危險 其實很滿足 應該很多 很安全地上去 大家都很開心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大家都滿掛笑容 其實有個朋友昨天跟我說 其實恐懼是快樂的鎖匙 越多恐懼去克服的話 人生更加滿足 其實檢視自己 這麼多年在大陸大學讀書 以及在香港生活 克服了很多不同的恐懼 現在都笑著跟大家說笑話 但是每個人在南極做的 都很多人問我同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香港人 去到南極做到事呢 就像剛才那幫人一樣 其實有一個人問了我 你來香港來 你做燈太陽島 不是吧 其實不怪他們的 因為第一件事 在香港 我來自一個阿熱帶的小火子 一個金融地區 和一個石屎森林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人 可以帶到 在南極做到事 或者南極做到事 和帶領他們去 燈這些這麼險要的山峰呢 和確保他們的安全呢 其實每個人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想起我在香港 為了這個去南極的夢想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從中學開始 怎麼去伴導那些竹枝 推開那些竹枝 和恐懼做朋友 利用這個勇氣去面對自己的困難 終於開始了 這個會考 大家看看 我的英文和中文都很差 所以本來我想著 英文講的 但我怕大家聽不明白 還是用回中文 好些 我希望大家還聽不明白我講什麼 因為我中文都很差 其實 那我剛才會考讀書 甚麼都不好 即成績不好 那就沒有大學讀了 是吧 幸好在浸會大學 有個科學士 我讀了浸會大學的 體育科學士 那托賴自己讀書 又好了 不知為何 就升上去學士 有一日 我去了學生事務處 有一位姓劉的同事 走過來跟我說 這裡有個去南極的機會 我覺得很適合你 還有可以幫我宣傳一下 那我拿一份單張 這樣看看 五千字英文 還要三個小時 英文的面試 只是玩我而已 你看到英文 2005年很差 其實我問了很多朋友 很多同學都知道 這裡有個南極的機會 但很多人都說 不要浪費時間 去打一份OT 拍攝時間也好 賺錢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南極 最後不用錢 最後還是自己寫了 寫了之後 找了很多朋友對教 對教了之後 就寄了去美國 其實有二千多人 去申請這個南極的機會 最後他選了二十幾個 在香港面試 我覺得面試那天 其實很可怕 因為每個人都不是律師 在讀著律師 有些碩士 有些博士 只有一個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 而且英文是這麼差的 就去面試了 我記得我面試的主考 就是太古的總裁 真的糟糕了 糟糕了 但是幸好我自己準備充足 而且沒有被這些 我自己的足資 和很多旁人的足資搬到 很成功地 所以在二十幾人裏面 就選了三個出來 代表香港浸會大學 去了第一次的南極 在2007年 那時候我二十歲 就結束了夢 去完回來之後 其實呢 再想去多一次 因為我自己出了一本書 本書後面 其實有一個夢想就是 再回到南極 再留更長的時間 去感受這個南極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其實呢 一個奧地利的攀山家 叫Thomas 他說過 生命 其實是以夢想來挑戰你 同時以失敗和危機 去捐到你 去檢視你 其實是真的 如果人生 如果不遇到更多的 這些 失敗和危機的話 我們的夢想 不會這麼輕易地達到 同樣時間 這個夢想 根本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夢想 去令我們人生更加美滿 那我記得 我真的很想很想去南極 那我浸了大學 對了 我讀書很好 那時候 一級榮譽畢業 那 就很想去南極 但是呢 不知道有什麼機會 那最後呢 我機緣後合合之下 就找了去瑞士的工作 那輾轉 做了幾份工作之後 就變成一個瑞士的登山在那裡 那在瑞士做事呢 其實呢 我主要都要面對這個景象 這個地貌 即是一個冰村的地貌 那剛才說過了 冰村呢 永遠都有這些冰縫的 這些冰縫呢 其實呢 就是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有小的 就可能一兩米深 大的就好像這個 港塘那樣那麼深的 如果掉下去 一日都有兩個因素 一日生日死 沒有其他選擇的 那這樣 但是呢 妹妹呢 在這個冰村裏面呢 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都記得起呢 我在德國的一個教授 跟我說一個說話 那其實呢 德國教授 德國德語 Decision 決定 And Seidung 如果你把它拆開來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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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去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正如我在冰川工作 每一次踏出第一步 我都要離開我不熟悉的地方 不是 我要離開我熟悉的地方 我進入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所以不要害怕 怕我講錯話 所以你每次去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一定會害怕 一定有恐懼 但如果你把這個恐懼成為你的朋友 轉化成勇氣 你可以面對不同的竹枝 推開這些竹枝 我的教授跟我說過 經驗 可以由它拆開來講 德文其實挺有趣 而發動 ER就是分開的意思 發動就是旅行的意思 其實他跟我說 小時候一定要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去多些不同的旅行 因為去更多的地方 你有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經驗 老了之後這些就變成智慧了 但是我們死了之後 即我們去世了 我們的經驗就永遠會消失 但是我們的智慧永遠會留在人類的歷史裏面 這個就是我們生物基本元素裏面的最簡單的道理 我們要為這個民族 或者這個人類 邁向這個貢獻 所以大家不需要害怕 我們勇敢地去做一個決定 去拿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經驗 老了之後就變成智慧了 變成智慧之後 所以我們人類更加迴向一大步 我二十八歲 希望大家還能聽到一些智慧 我稍後繼續去多些旅行 每次我去不同的地方 現在在南北到處做事 其實挺辛苦的 但是每次我都會帶著這支特區區旗的 永遠告訴我 我在香港 有多少份竹枝 遇到困難的時候的竹枝是怎樣 以及我怎樣跟這個恐懼 造成朋友 成為朋友 去面對不同的 轉發這個恐懼 變成我的勇氣 去迎接不同的挑戰 所以我永遠都會記住 我來自香港 同一時間 我從小時候 和在浸會大學的不同的竹枝 怎樣去成長我 去拿到不同的恐懼 這個照片可能看得不清楚了 但其實是一個獅子山來的 這個其實在南極一個登陸點 叫Walker Bay 不知為何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地貌 就是獅子山 有時做做事都 原來香港雖然很遠 但其實又很近 其實我和大家一樣 我都來自獅子山下面 我們都是 我在這裡生活過 以及我在這裡奮鬥過 我希望大家今天 聽完我的講座之後 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嘗試一下做一個決定 沙士比亞一個劇目 叫馬克伯 類似這些 我已經忘記了 不好意思 他一句說話 就是 人生最大的危機 就是安全 事實上真的 如果我們有更多安全 我們就不會離開我熟悉的地方 不離開我熟悉的地方 就沒有恐懼 沒有恐懼 就沒有勇敢 沒有勇敢 就不可以克服那麼多理想 克服的困難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 嘗試做一個勇敢的決定 離開你熟悉的地方 擁抱 學習我 和恐懼做一個朋友 轉化這個恐懼 成為你的勇敢 去面對不同的挑戰 令你心中的大笨象 擋開這些足枝 去迎接不同的挑戰 好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